家有人吗 爸 我怎么这么多爸 吵吵什么 那街坊邻居真能闹 妈 你也答应 你多大岁数要当我爸 我真受不了 在座的男同胞 跟我肯定有同感 这个结婚时间长了 没意思 日复一日的面对同一张脸 烦 电话 喂 哎呀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我没有你不行 我跟你说 幸亏这会儿我们家没人 啊 不行 你这样吧 我到院里接去啊 啊 这说话不方便 你等着我啊 好你个小土豆子 哎呀 我的天呀 累死我了 你说俺家钱顺分啊 别的能耐没有 就能出了鬼主意 不瞒大家说啊 再过一周呢 就是我俩的结婚纪念日了 往年呢 都是送对方一个礼物 大家哈哈一笑就OK了 今年非给我出一个什么 送自己礼物 还得让对方满意 你说这么扯呢吗 我知道他喜欢什么呀 你说我爸 喜欢这个 他不满意呀 这个呢 他是满意了 我不满意 关键是我穿不进去 最后啊 终于让我想到了一个 他满意 我也满意的 哼哼哼哼哼 十里香牌 臭豆腐 你一口 我一口 嗯 就是这个味 太满意了 你骂一下 干啥去了 走 看 从头到脚 这个 你心里那么大呢 咱家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啥事了 家前顺风 万一被用人了 啊 不可能 就咱家前顺风 长了一个小土豆子似的 除了我能看上他 谁能看上他 他多小呀 万一那小呢 别闹 哪能多眼神不好的 严肃点 我跟你说啊 这么的 我说是说不清楚 我给你演一遍啊 就在刚才 我在那儿 你家前顺风就从外面进来了 就跟小猫似的 就这样 尿翘的 然后他就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 这痛亲呢 就 完了 你家小土豆子 那说话 干你肉麻呀 什么 我只要你 没有你 我不行 你也听 这前顺风说的 嗯 行啊 反了他了 我今儿要不把他剁成土豆泥 我就不叫二驴子 我告诉你 我干 瞅瞅你 能怪我二姐夫吗 我咋的了 还咋的了 我都不惜说你 你说说你 结婚到现在 你胖了有二十斤没 哎呀 妈呀 哎 你四十斤 你还好意思说呀 你看看你回忆上下 你有一点女人味吗 我咋的就没有女人味呢 我没有女人味吗 没有 哦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看来我还真没有 你说我这还巴巴的 给他选什么 结婚纪念日礼物呢 这弄半天 他外边还有人呢 什么结婚纪念日礼物啊 再过一个礼拜 不是我跟你二姐夫 结婚纪念日吗 他说什么 要送什么 送自己个礼物 让对方满意 看来这回呀 我送他啥 他都不能满意了 对不 有一件礼物他能满意 啥呀 离婚证 别哭了啊 哎呀你别哭了 你哭有用吗 要这么的 咱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他不是说你送的礼物吗 你就送一个全新的 你自己 啥意思啊 整容 别闹 整成这样 多磕着呢 但是咱妈咱妈也不能干呢 哎呀假的 主要目的是想考验考验他 怎么考验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搞定 来 把外套穿上 等会儿小土豆回来 就按照我交给你的说 听见没 我在上网去给你查一下资料 等着 明白 明白 那个小米粒 那个不是小米粒啊 那个小米粒啊 你给你留俩口啊 搞定 喂 哎呀我再跟你重申一遍 啊 我告诉你我已经很憋屈了 啊 为了爱情我今天必须迈出这一步 就是你了 没有你就是不行啊 你等着我现在就找你去啊 谁啊 米其林啊 哎 不是 谁家轮胎奔我们屋里来了啊 不是你谁啊 是我了啦 你谁啊 你你是木乃他姨啊 人家不是姨啦 你别笑我 人家是美眉 哦 美眉啊 你是谁家的美眉啊 我是你家小米粒子的朋友 做了一个小手术 要在你家打扰你们几天哦 哦 哦 这还是个外地的 哦 行行行 没事欢迎啊 哎呦 你这快坐吧 快坐吧 哎呀 这家伤挺重 你这咋的了 你这 你这脑袋让门挤了 我这咋的了 你说啊 好好笑 人家现在这个样子是不可以笑了啦 不是什么病啊 怎么还不能笑呢 做了一个 微创 哦 微创啊 不是门创的呀 你看我跟你说哦 就是我以前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哎呦 哎呦 街坊邻居你们看看 你看人家这小妹妹啊 人家都长成这样了 还在追求完美呢 哪像我老婆呀 自从嫁给我 脸都不带喜的 哎呀 妹妹啊 你别说 这微整形啊 我还略知一二 哦 这个微整形 是不是往脸上打一破尿啊 什么 我了解 什么料 什么料 人家 人家是 剥料酸啦 剥料酸 哎呦 哦 哦不是打的是 坡的啊 哎呦 哎呦 我以为是打一打的 你这多脏啊 这玩意 大哥 你不要逗人家了 你家好坏好坏 好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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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小妹妹啊 你这小拳头打在我身上 好好温柔的啦 大哥 哈哈哈 你学我说话学得好牙层哦 哈哈哈 那个那你的老婆平时对你不这样温柔吗 她 哎呦 哎呦 你是没见过我老婆呀 那整天破马张飞五马长江 哎呦 哼哼哼哼哼的 哎呦 哎呦 谁能睡 那我觉得您这个样子真的是蛮惨的 我太可怜了我 哎呦 哎呦 别别别别 哎呦 哎呦 别别别 不是 小妹妹啊 你这手不能放我这儿啊 我这儿可不是你放手的地方 哎呦 哎呦 其实你的手还是挺转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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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愿意跟这样的妹妹聊天 妹妹 来来来 哎 你看着我的眼睛 在哪里啊 哦 看到了有那么一点点好萌好可爱的 哈哈哈 哎不是 我问你个问题啊 哎 你相不相信缘分呢 什么是缘分呢 哦 缘分呢 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第一次见面 就那么的刺激 有的 我见到你第一面我就觉得好刺激哦 对对对对对 我见到你也是这种感觉 那你跟你的老婆第一次见面 没有这种刺激的感觉吗 妹妹啊 你可能误会了 我跟你 嗯 叫刺激 我跟我老婆 叫刺激 再生一级就叫刺激哦 哈哈哈 小妹妹啊 你想听一听哥哥的故事吗 哦 好的呀 哎呀 其实我跟我老婆的婚姻啊 那就是一场骗局 嗯 我是上当受骗的 嗯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哎呀 我跟我老婆呀是没人介绍的 哦 为了给没人一个面子我才去见的面 我老婆你是没见过 哎呀 怕 爪 胡 谁会喜欢他呀 见了一面我就往外撩啊 刚到门口 哎 我看到一个看相的 这个看相的就对我说 你把他娶了吧 娶了他 你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 你把他娶了吧 娶了他 你的事业就会飞黄腾达 你把他娶了吧 娶了他 你们两个会幸福一辈子的 你把他娶了吧 我就把他娶了 结果娶了他当天 就在婚礼的现场我就看见这个看相的了 你猜他是谁 你大爷吧 就是他大爷呀 他大爷的可把我害惨了 那你既然这个样子你们就干脆离了吧 离婚 我得敢呢 哎呀朋友们呀 作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 生活是多么的艰辛呢 别的不说啊 他爸 他妈 他大姐 再加上他 加起来两吨多呀 大山一样压得我无法喘气呀 有那么夸张吗 一点都不夸张 他爸一个人就一吨多呀 是啊 让他说着了 这两年我还真挣了点钱 全给他们家了 这房子 这房子的首付 我付的 那你要这么不喜欢这个家 这么不喜欢这个人 那你干脆离了吧 还等什么呀 离 我才不离呢 不是 你现在这些小孩张嘴闭嘴 就离婚离婚 怎么这么随便呢 我告诉你小妹妹 一个男人选择了一个女人 那是要负责任的 哎呀话又说回来了 娶这样一个女人 那也是有安全感的呀 这种安全感 我怎么跟大伙形容呢 那可真是 天外非先 法力无边呢 我就记着 结婚的头一年 哎 那一年我生意做得不好 那赔的一分钱都没有了 欠了一屁股的债呀 啊有一天 在公司 四个标形大汉 把我堵在办公室里追债呀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是我老婆 一把把我推出了办公室 用自己庞大的身躯 堵住了我办公室的小门 暴风骤雨般的拳头啊 落在了她的脸上 落在了她的身上 我在她的身后 那种安全感呢 怎么跟大伙形容呢 那可真是 天外非先 法力无边呢 等那帮大汉走了以后 我就抱住我的老婆 我就问她 我说你傻呀 这些人在打你呀 你为啥不躲躲呀 我老婆深情地 对我说了一句话 卡住了 进进不去 出出不来呀 没打死我就是万幸啊 从那天以后 我就下定了决心 这个女人是我的 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是我的 是 作为男人 我个小点 也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我会努力的 我会让她幸福 我会让她幸福一辈子 幸福 妹妹 你等我把话说完 阿米莉啊 你胖 我认了 你壮 我认了 你虎 我也认了 但是你要记住我的话 你是我手里的宝 我会陪你 慢慢变老 我那时候 会浪漫的说 就是和你一起 慢慢变老 一楼上是藏天天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 坐着压力 老公 我没想到你这么爱我 媳妇啊 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是你 你说你要考验我 考验我行 你把结婚戒指摘了我 这是独一无二的呀 老公 行了行了不哭了 哎不对呀 那你既然早就知道是我了 那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 真的假的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对你的爱 怎么跟你形容呢 那可真是天外飞仙 那我也得回屋 老公 这就是你送我的结婚纪念日礼物吗 哎呀 媳妇这才哪到哪啊 咱们结婚纪念日多不容易啊 等着 哎呀 什么 看 自从我到你们家 你们家所有人都关我叫小土豆的 我早就烦了 看见没有 这就是明天的我 我跟整形大夫都已经和好了 嘿 这整形大夫不讲信用 今天给我打电话说要换人 不行 我告诉他了 为了我的幸福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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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幸福 二女子 我看了 你的脸型就照这个整 我不整了 你让这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吧 我就喜欢我们家小土豆的 这种带你儿的 哎呀 我是这种带你儿可能会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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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